小莹,我们好好谈谈,难道这么多年的感情说分手就分手吗? 你心里面有不满情绪可以对我发泄,可不要分手好不好。 何况我们年龄都不小了,分手了你就认为能够找到更适合彼此的人吗? 我妈说了,孩子你不愿意抚养,也不再要你照顾了,这你还不满意吗? 再说了,我妈当初也是好心,只不过看我们是年轻人,又都是独生子女根本不会照顾小孩,这不才想要提前告诉我们如何当父母吗?你怎么就不能理解呢? 这些话都是这些天前男友打电话给我说的,真没想到分手半年了,前男友李博这些日子又开始联系我了。 联系我,无非是想要和我再续前缘,还时不时往我工作的单位送些鲜花,说是要从心追求我。 整个科室的小姐妹都羡慕我,有这么有心的男朋友,说我怎么不懂浪漫,这么深情的男人在现在可不多了,我还不知道珍惜。 每次听到这话,我也不过就是笑笑不语,其实说句实在话,我和李博分手,还真不是因为我们彼此变心了,感情变大了。 原因只有一个,我们订婚以后,马上要领证的时候,婆婆经要求让我伺候她月子。 说起我和前男友李博的感情,虽没有轰轰烈烈,但也是细水长流,我们是大学时参加一个社团认识的。 刚进入大学,那个时候我比较内向,就想要通过参加社团锻炼一下自己,加入了辩论社。 刚进入的时候,在正式的场合辩论确实有些不好意思,当时李博还是这个社团的一个主要负责人,在当时没少给我提供帮助。 给我讲一些说话的艺术和方法,可能是我们接触的时间长了,彼此又都有好感,水到渠成地成为了男女朋友。 大学的生活,对于是校园情侣的我们来讲是甜蜜的,我一直认为感情有的时候是互补的,彼此从对方身上找到欣赏点才能让爱情保持新鲜。 李博的家就在我上大学的省会城市,大学一毕业,李博考虑要照顾父母就留在当地找工作。 对此,我也比较理解,其实我也不想找工作离父母很远,家里有什么事也不能照应,尤其对我们这些独生子女来说。 我家,在本省的一个县城,能够在省会城市找一个工作对于我来讲还是比较理想的。 大学一毕业,为了不跟男友分手,也为了想要留在省会城市。 我努力考上省会城市一家事业单位的文职工作,李博找了一家科技公司做数据分析工作。 工作稳定了,我们的感情也没有大的波澜,顺理成章地见了彼此的父母。 用我母亲的话说,女孩子的青春还是要珍惜的,彼此都认可对方了,最好还是赶快订下婚事。 早点结婚生小孩,趁父母年轻的时候,还可以帮忙照看一下,要不然我们小两口工作这么忙,照顾孩子没有父母搭把手也是不行。 两家见父母的时候,我的父母对李博还是比较满意的,说孩子挺懂李树的,唯一有些担心的是我未来的公婆。 母亲说从谈话中能感觉到,未来婆婆还是比较强势的,就连聊天语气也是很强势。 可能是当地人总是感觉有自豪感,好像有些瞧不起我们外地人。 母亲说我是当局者迷,不过当时两家谈论结婚后,公婆也答应汇出钱给我们买一个新房,体体面面地迎娶我进门。 本来两家婚事都商定了,可是在男友母亲怀孕后,彻底地打乱了我们结婚的计划。 因为两家父母都同意了婚事,我和李博当时就着手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房源。 我的父母其实也私下跟我说了,城市房价贵,看未来亲家的条件,想要买一个像样的房子,估计凭一家之力也挺困难。 既然都认定人家了,也没有必要为难人家,父母的意思是让我们先看好房子,到时候不行我们家也出一部分钱,或者我们装修。 可是这话还没有等我和男友提呢,我就听男友说,他爸妈的意思是,让我们先结婚举办婚礼,买房的是过个两三年,我们有孩子再说,现在不能因为找不到好的房源,就耽误结婚。 婆婆还说,结了婚在婆家住,每天也省下不少的时间做家务,我们年轻人可以好好工作。 话虽说得好听,可是说句心里话,当时听了这话我并不是很高兴。 一开始两家见面的时候,如果把话挑明,或许我还没有这么的失望,可是都答应好的事,却出而反而就不应该了。 这话我回去跟我的父母说,我的爸妈也对男友一家的做法不高兴,其实我爸妈当时都打算拿出积蓄,帮衬我们买房了。 当时我的父母的意思,如果我认定了这个人想要结婚,不计较婚房,也可以考虑婆嫁的建议。 当然,我家也可以出钱买房的这件事,就先不要在婆嫁提了。 发现婆婆怀孕,还是我的发小告诉我的,我的这个朋友在当地的医院工作。 那天正好看见我男友陪父母去医院检查身体,因为那段时间经常往男友家跑,也能感觉男友一家似乎有什么重要的事瞒着我。 当时第一反应是男友父母身体上出现什么疾病,还蛮担心的,觉得男友不该瞒我,毕竟我要嫁给他总不能因为父母身体不好,就不嫁呀。 我就让我的朋友帮我留意一下,当时接到朋友的电话,我也往医院赶。 结果到了医院,正好和刚做完产检的婆婆碰个正着,当时我的心情都不知道该怎么衡量。 婆婆是比较年轻,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,她居然想要赶在儿子结婚前再要二胎。 当时男友在我的面前也是比较尴尬,可能没有想到事情居然这么快就被我发现了。 婆婆怀孕这时我是插不上嘴,可跟男友商量还是应该的。 当时我的脸色也不是很好,拽着男友就到公园的一个安静的地方询问此事。 在我看来,公婆现在完全不具备再生二胎的条件,我真不知道男友心里是怎么想的。 李伯说,当年父母就想要两个孩子,那时计划生育严,政策不允许,现在放开了,都鼓励两个孩子,她妈正好前几个月发现怀孕了。 听她爸妈的意思,这个孩子说什么都要留下,既然如此,做儿子的也不能反对。 何况这是他们两个人的事,当儿子的能拽着母亲去打胎吗? 再说了,她妈生孩子跟咱们有什么关系? 她爸妈以后都有退休工资,完全能够养活一个孩子。 她还说,你不是还要独在职研究生吗? 估计婚后这两年,咱们也不能要孩子,有个弟弟或者妹妹也省着父母催咱们要孩子。 说句实在话,我还不想这么早当爹呢,咱们好好过两年,二人世界呗。 当时看着李伯嬉皮笑脸地说着这话,我真不知道男友原来说话做事这么地不加考虑。 我一直认为孩子是两个人爱的结晶,可是听男友的意思,他自己还没有做好这个准备。 我知道和男友是说不明白这件事,就想要和男友的父母好好地谈谈。 至少我不明白,为什么要敢在我们结婚前公婆要生二胎? 难道到时候五口人要窝居在八十平米的房子里吗? 找公婆谈话这件事,我不想要男朋友知道,我在男友上班的时间去了男友家。 因为那时候已经快要举办婚礼了,他爸妈说我下班钥匙回来,怕家人都还没下班,所以早就给了我他家的钥匙。 到了男友家,我敲门没有人开,以为没人,就直接用钥匙开了门。 当时男友父亲正陪他妈在阳台上晒太阳,没听见敲门,也没有注意到有人进来,正巧让我听到了男友父母的话。 听男友父亲的意思,也是担心我知道这件事会提出分手,正和婆婆商量,拿出钱先给我们买个小居室,让我们结婚后自己住,表明这个孩子不需要我们照看。 可婆婆可能是看我们家没有提出彩礼的事,反而打算出钱买家具,以为我是对他们的儿子非君不嫁,这才有恃无恐的。 男友他妈说了,买什么房,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买新房,买新房花销多大呀,万一以后儿媳妇提出离婚,分走半个房怎么办? 他妈还说,孩子出生后也是需要人照顾的,儿子总不可能伺候母亲坐月子,身边总要有一个女人照顾。 我嫁过来正好可以帮忙带带孩子,做些家务,让他们自己住,谁来干这些? 听他们的意思,可能是知道我打算下半年要读个本校的在职研究生。 他们对此也是颇有看法,认为这是浪费钱的事,到时候有孩子拴着我,也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再去读书。 我在门外是听个清清楚楚,这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,当时我就转身走了,既然他家这么不真诚,那这婚不结也罢。 知道了男友他妈的心思,我当时就有了分手的打算。 我将听到的事都跟自己的父母讲了,父母也是大吃一惊,本以为亲家在买房的事情上兜圈子,是过于看重钱,对儿子儿媳妇也都存着提防。 可怎么也没有想到,居然想要我们小两口给他们养二胎。 爸妈的意思是同意分手,好在婚前知道他们的心思还不算太晚。 当然我做事也不是拖泥带水的性格,马上跟男友提出分手,或许一开始男友根本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,当时我们分手还是很干脆。 对于我给男方家买了两件新家具的钱,他也没有提出还给我。 爸妈倒是没有很介意,认为也不是很多的钱,给了也就给了,跟这种人家没必要牵扯过多。 当时我们分手后有一段时间还是很清静,李博没有来找过我。 后来听我的发小说,李博的母亲生了一个男孩。 同时,李博不知从哪个朋友那里知道了我的新的手机号,开始找我复合。 分手后我也听大学同学说过,这段时间李博也没闲着,一直在相亲呢,可是只要对方一听说婆婆马上要生产了,没一个肯和她继续的。 这些天,李博总是赶在下班的时间到我的单位门口找我。 都是成年人了,我倒是不至于害怕她做出什么事,只不过我认为这对我影响不好。 我跟她将话挑明了,我是绝对不会和她复合的,如果她还要影响我的生活,我就到她的单位找她领导反应,说她骚扰我。 到时候,看丢脸的是谁? 或许是被我的气势吓住了,也或许知道我是真的没有复合的想法。 自从那次谈话不欢而散后,我们就没有再见过面。 只不过最后一次见面后,李博骂我自私,贪财,说我不就因为怕以后有人分家产,才会嫌弃公婆生二胎。 可我就不明白了,公婆男儿媳妇当免费保姆,难道就是应该的?